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是 什么情况 爸 这是我的好朋友 戴应熙 叔叔 你好 我是应熙 来看看您 冯明 我累了 你让她走 不是吧 她给你买了走 那给你 我先走了 灵溪 没事 没事 爸 吃早餐了 我没办法 我把你也不担心 我能不能回家 我拿着但你什么都担心 那我要去拿着 我都担心 你不宅做我 不是吧 我热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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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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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jaw 我会不会不担心 我为什么不担心 我让你弄か 我跟我的东西 你昨天也喝了不少也这么辛苦 这样 今天放你一天假 你回去好好休息 那我帮你把东西收拾来 不用 不用 你已经很辛苦了 我来 好好休息 我给你拿包 给 那我就先去忙了 去吧 早点休息哦 拜拜 戴总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我们回头约 好 家豪 我走了 再见 一会儿有事吗 没事 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呗 好 以前我们天天混在一起 自从你离开包瑞以后 还第一次和骆总这样单独聊天 对不起啊 最近确实有点忙 没事 家豪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什么事啊 你是喜欢余孝孝吗 我跟她 我跟她 还真的是有一点奇妙啊 还真的是有一点奇妙啊 对于她的事情 我无法抗拒 也总是会想要接近她 了解她 了解她 或许 这就是喜欢吧 看来 你认真了 算了 不聊这个了 你知道恒星吗 你认识啊 恒星 你认识啊 我听笑笑提过 恒星呢 是设计界大神的自媒体 前两天发布了于笑笑的设计图 夜内极为震惊 都觉得 于笑笑作为一个新人设计师 还真挺幸运的 是吗 一个小小的自媒体 有那么大的能量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虽然沉寂了那么久 但是一发图 大家的关注点 都在恒星和于笑笑身上 包括 瑞克公司最重要的下部 都交给于笑笑了 然后 你知道吗 我找潘伯瑞帮我查了 恒星的地址 过两天 等拿到结果以后 我就会登门拜访 下部的项目 我想要公平竞争 呃 店里打来的电话 呃 我接一下 喂 喂 喂 兄弟 代代给我打电话了 让我帮她查 恒星的电话这件事 你说我该怎么办 她知道你的事情 你就完了 对不起啊 我们店里还没有外卖服务 以后我们会改进的 喂 喂 为什么卖啊 哎 兄弟 我帮你就要骗她 我帮她就是坑你 你说我怎么办 好 谢谢李姐 再见 哎 兄弟 喂 喂 家恒 我 火锅外卖都打到你这儿了 对啊 一个老客人 得了帕金森 经常这样 那还挺可怜的 嗯 真的挺可怜的 呃 这有没有好好的聚聚了吗 你请客啊 好 陈叔 没什么事吧 嗯 状态还可以吧 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就好 嗯 家恒 我 感觉你今天有点不高兴 有吗 还好啊 其实家恒 有些事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就 我 我知道 你知道 嗯 还没见到你之前 我可能 还会想着医院发生的事情 但是 见到你之后 就明白了 你明白了 我明白 你 很在乎我 臭美吧你 那你刚才把 把状态搞得这么压抑 都吓得我喘不过气了 我不这么做 怎么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罗家恒 你变坏了 我 我哪有变坏 我怎么敢在全市女子千秋冠军的面前变坏 你 罗家恒你讨厌 你提这件事情干什么 你真的跟我签了 过来 你下次不准再这么吓我了 笑笑 今天起来这么早 想吃点什么呀 我还不饿 一会儿还有事 对了 你跟那个罗家恒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了 挺好的 你有什么话 就直说呗 奇奇怪怪的 哥是有些话想跟你说 你知道他们家是什么背景吗 据说很有钱 哥是觉得吧 有这么个朋友没问题 以后咱家缺钱了 可以找他帮忙 但千万别扯出感情了 大白天说什么鬼话呢 我是为了你好啊 你是我妹妹 我能让你吃亏吗 这种有钱人的生活想想可以 但千万别碰 哥也想着有一天 你能小鸡变凤凤凰 但人凤凰是这么好变的嘛 弄不好就变成烤鸡了 你才烤鸡呢 语位 之前妹夫长妹夫短的 那人不是你啊 我之前以为 骆家恒是个小老板 后来才知道 具有钱 咱们可高盘不起 你从哪儿打听得人家绅士 谁告诉你的 你不会收了人家什么好处吧 我 我琵琶山威少 我打听点小情貌 那不是轻人一举的事情吗 反正我不管你见了谁 答应了人家什么 都替我转告他 我和家恒现在只是好朋友 再说了 我于笑笑交什么朋友 什么时候需要别人插手了 好朋友没问题 但这感情是两个人 那两个人一定要门当户对 你不觉得那个 戴映夕 她跟骆家恒就挺般配的嘛 是吧 而且两个人来自同一个国家 相同的生活方式 相同的文化背景 万一结婚了 还互相有个照样 你能给骆家恒带来什么呀 我是不是说到你心里去了 你现在 跟那个骆家恒感情越深 以后受到的伤害就越大 那断舍离才是正确的嘛 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 你能不能别让我操心呢 于晖 你话太多了 不跟你说 我要去看成书了 烦死了 你琢磨琢磨 你不对劲儿 怎么不对劲儿了 有骨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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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酸 还臭 我怎么没问着啊 恋爱味儿 你猜恋爱的酸臭味儿呢 我还没问你呢 你跟骆家恒 怎么回事 别把管了 赶紧回去 一会女员总满世界找你 你再胡说 我打爆你狗头 打爆我看你还有什么 我说什么来着 你别乱说 别给我装相了 你怎么回事 笑笑 那不是骆家恒的姐姐吗 谁 嘉欣姐 她来了 她怎么来了 于晓晓 骆总 有空吗 我们到旁边聊聊 好 在这儿等我 这样是我们第一次 面对面交谈吧 是啊 骆总 我不喜欢浪费时间 那我就直说了 江恒是个很单纯的人 我不管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 我希望从现在起 你不要去打扰她 骆总 我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我是个生意人 嘉恒以后也会是 你可能不太懂 我们希望我们身边的人 都是能帮助我们的人 而你 能帮助嘉恒吗 我想您误会了 我和嘉恒现在支持好朋友 远没您想得那么复杂 是吗 很多情侣都是从朋友开始发展的 你能保证你们俩以后 不会有任何发展吗 我们未来有什么发展我不清楚 但是 我很在乎嘉恒 看来我们今天的聊天并不愉快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投资你们这家小公司吗 这与我无关吧 我也并不关心这个 你这样的思维 嘉恒怎么会看上你 骆总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的话 我先回去了 我先回去了 剑本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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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怎么是你啊 怎么 不高兴看到我啊 没有 不是这意思 早啊 我送你上班 不用了吧 师兄 我坐地铁咱俩不顺路 正好 我刚下飞机就来了 没开车 那你得赶紧回去休息啊 我自己去就行了 我 我特地来的 来都来了 走吧 你等我一下 陆师兄 听说你回来了 对 我今天刚回来 那你晚上有时间吗 一起吃个饭好吗 我晚上约了人了 不方便 你 早餐 师兄 你不说我 行 我知道你不爱吃早餐 走吧 咱们路上说 先走 快点儿 好嘞 陆师兄 我上班快迟到了 那这样 那个下班我来接你 然后咱俩一起吃个饭好不好 师兄 你不是说你晚上约了人吗 还正好我晚上也有其他事 我晚上 那 那晚上再说 你先把早饭吃了 不用了 陆师兄 不行 不吃早饭怎么行啊 你吃不下油条吗 那 那你把豆浆喝了 不用了 陆师兄 拿着啊 快快快 拿着 谢谢陆师兄 干吗 你没事吧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我看你衣服皱了我 对不起啊 谢谢 没事 师兄 陆师兄 我上班去了 我 我走了 行 陆的美女 你别看我现在是个默默无名的龙套 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成为大明星的 你还别不信 我最近就认识一个大导演 那导演特别喜好我 特别欣赏 陆先生 吹够了吗 吹够的话 我们聊聊正事吧 正事 什么正事 你是说 我跟你的事 于笑笑 劝得怎么样了 笑笑啊 差不多了 她说她要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她要考虑什么 我们家这妹妹吧 从小就愁 我为了劝她 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我费了好大力气 她才有点动摇 说要考虑一下 那已是非一般的进步了 她要是有什么条件 可以提 不是条件的问题 是时间问题 时间 可以给她时间考虑 不过于先生 我可不希望等太久 放心 有我琵琶山微少在 没有问题 她到了 赶紧让胡先生过去 别忘了叮嘱她该说的 于先生 我这边还有点事要处理 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 你可以先走了 瑞塔 送一下于先生 不是你就这么走了 你再聊会儿呗 于先生 我们走吧 你们还真是人走查量啊 妹子 厕所在哪儿 我尿急 大明星 这边请 是 红医生 您好 今天要辛苦您了 嘉恒这边您都费心 没事 应该的 既然红医生都来到了重庆 那我们开始吧 好的 来 这么大的会所 阴气太重 缺个难处人 骆先生 你最近心脏是不是有过 剧烈反应引起的强烈不适 您再说清楚一点 严不严重啊 骆小姐 令帝的病情不太乐观啊 虽然她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她心脏跳动的并不规律 药物可以缓解一时的反应 但是如果遇到突发状况 我怕这边的医疗不能给她提供很好的治疗 我建议还是回新加坡整体治疗更好啊 红医生 你的医疗报告说得真不错 佳恒 红医生也是为了你好 我们先回新加坡把病养好 你再回来好不好 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感觉只有在这里 才能够养好我的病 佳恒 喂 妈妈 佳欣啊 佳恒在吗 红医生刚给她复诊结束 红医生怎么说 你把电话给佳恒 妈妈电话 红医生 我们换个地方休息吧 这边请 过去 那边请 quiet 我妈妈的医生 没关系 我放开医生 那边请我帮助我 我收拾一下 这边请我再离开梦 我看 Russians ik 需要你转叉 真的挺好的 你就不用担心了 现在集团需要你 有骆家心在 我相信集团是不会有事的 你姐为了集团 做了很大的牺牲 公司呢 不能只单靠她一个人 要是她真的是为 落实集团着想 我们就不会像今天 这样的状况了 你是因为这个原因 离开新加坡吗 妈 我不想谈这些 贾恒 你什么时候才会长大呢 我已经长大了 听你姐的话 妈等你们回来 您好 您几位 我来找人 应兮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你啊 小陈老板 我来看你 这是什么 这是给你的惊喜啊 惊喜 熊猫火锅店 怎么能没有熊猫呢 喂 还有一堆呢 帮忙搬一下 我去 洪医生 这边请 刚才真是谢谢您了 没想到您刚说的 比我们之间商量的 效果还要更好 洛小姐 我想您误会了 恕我直言 其实我刚才说的 都是真的 她最近受了很大的刺激 导致 领地心脏恢复得并不好 您刚说的都是真的 您刚说的都是真的 一般来说 病人不能有太大的情绪变化 做过这个手术的人 百分之四十的人 只能存活两年 具体也要看 患者在移植前 身体健康状况而定 照您这么说 她在新加坡的话会更好 是的 是 师傅 我渴了 渴了 想喝点 皮的还是白的 你想干吗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一会儿留下来吃饭吧 佳衡在后厨呢 我还有点事 我就不吃了 你不想看看你们骆大公子 在火锅店做跑堂小伙计的样子 你就别打岔了 谢谢你啊 对了 她在这儿还习惯吗 挺习惯的 盈夕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风鸣送点东西 佳衡 你怎么也在这儿 佳衡不是离职了吗 是我所托 来火锅店 帮帮忙 那我还有点事情 我就先走啦 那我还有点事情 我就先走啦 那不送了 那不送了 拜拜 拜拜 你好 熊猫火锅店 您说送到哪里 恒星工作室 好 我记下了 恒星工作室对吧 好的 好的